第八章交流电路的分析技巧 这章的学习目标 第一个了解咸波函数的基本特性 能够完成向量和逆向量的转换并画出向量图 知道怎么计算我们的基本电路源圈 就是电阻电感电容的主抗和导纳 能够合并串联跟并联的主抗和导纳 能画出具有咸波电源电路的频率分析 知道如何将我们的电路分析应用于频域电路上 最后能够使用P4-5分析电路滚态的电路 这里面总共分成11节 81弦波 82弦波跟复数外力函数 83向量 84电路元件的向量关系 85主抗和导纳 86向量图 87使用科西科夫定律的基本技巧 88分析技巧 89使用schematic capture 8月做交流分析 8-10应用范例 8-11设计范例 首先介绍81弦波 就是一个所谓的周期性的函数 就是说时间经过了另外一个实温 它是一个如果经过另外一段时间 它外波的外形跟原来一模一样 那写起出来就是 如果达Omega乘上T加上大写的T的话 会等于原来的样子 那划起出来就像这样子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赛影函数图 它的波从0到1秒钟重复了10次 就是它的波从每一个波所占据的时间是0.1秒 但是从0秒到1秒总共重复了10次 也就是这个波的周期性的函数的意思 也就是它会无限次的重复原有的波形 那么写的形状就写成这个形式 Xt等于Xm大写的Xm sinOmega t 那么一个周期性的宣播 宣播里面包括了几个要素 第一个当然我们知道 从0到1特定时间 我刚讲0.1秒的话 那么我们在这边所注记的是0到28 我们把0.1秒变成360度 我们注记为2拍一个净 为什么2拍呢 方便计算它的面积等等 那么这个时候所进关的时间 这个叫做2拍就代表360度 或是代表它所经过的周期 那么这个时间 那么我们的周期是我们用马表 最容易所看到的 用时间的测量单位 所最容易看到的单位 那我们用这个单位呢 我们来看它的话 那这个时间最容易的话 那么它的频率呢 就是时间周期的导数 就是f等于t分之1 f from frequency t for time 那么可以表示为呢 Omega除以2拍 因为呢 一个Omega等于呢 它的角频率呢 等于2拍乘上它的frequency 那么frequency的单位是Hz 或者叫做每秒多少 cycle OK 那么我们看一下呢 那么 那在这里面呢 除了角频率之外 还有另外几个参数 第一个呢 它的正幅 正幅就是从这个波来看的话 就是往上或往下的最大幅度 OK 那往上的话 我们xm 对背这边xm 下标呢 定义m 它就是它最大的幅度 往下呢 也有一个呢 这个叫做波峰 这个叫做波谷 OK 那么好 那么我们通常说p to peak 就是波峰到波谷的最大距离 那么角频率 刚才已经介绍过了 那么Omega t呢 乘上t呢 就是它的偏角 OK 就是我们代应这个 那么代应Omega t的话 我们就可以算出来呢 乘上xm 我们就可以把它波在 顺时间的某一点的位置 或位移呢 就可以精密地算出来 好 那么悬波里面呢 我们有另外一个量呢 叫做 θ 在这个地方呢 θ我们称为向角 向角等于一个 什么是向角呢 就是 当Omega t等于0的时候 它的xt的数 也就是呢 当t等于0的时候呢 这时候呢 波不见地从0开始 肯定可以从任何的 一个波的任何一段时间开始 那从一段时间开始呢 就是代表它的向角 好 那么如果θ大于0呢 向位叫做领先 领先就是说呢 以一个三颜波的话 如果呢 它大于0的表示呢 呃 我们 t等于0的时候呢 它波已经开始了 OK 那么 如果θ小于0的话 就是 它等于0的时候 那么波还在 还在0的位准之下 OK 好 等一下我们图会看得到 那么我们称为呢 这个呢 θ-5的如果大于0的话 我们称为它是领先的 那么 这两个波 我们说sorry 我说x1的向位角是θ x2的向位角是5 如果这两个减 它如果大于0的话呢 x1 就大 就领先x2 如果反过来的话 就x2领先 OK 那么画起图来呢 就是长成这样子 这个向位角 0点的向位角 在这个地方 就一开始它在0点 就是波峰到波幅一半的距离 如果呢 有一个大于0的向角 例如说向位角20度的话 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呢 它的波已经 呃 越过了0点 而来到了大概0.3 这一点的位置 那这个呢 向位角是大于0的向位角 是波已经开始到达了 那反过来 如果呢向位角落后的话 就是呢 一开始呢 波还在于小于0的这个阶段 所以我们称为它落后 OK 那么因此呢 那时候就落后呢 它已经领先了 就是说它已经提早出发了 那这个呢 就是落后才出发 好 那么当然这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怎么去定义呢 我们在不同的方法 利用labview的话呢 它里面 它就可以直接定义它的向角 在这个地方呢 它就会把你的向位角很精确的 表示出来 在这个地方 好 那紧接着介绍呢 它几个基本的公式 大概大家 各位都知道了 sine的α加β cosine的α加β OK 分别等于这个样子 那么sine的话 对于在那个 90度的地方呢 有一个 那么它有一个呢 sine如果你写负的α 然后经过0点 那么它是负的 那cosine呢 对于0点 刚好是一个对称点 就是cosine如果负的话 刚好跟它自己是一样的 好 那当然呢 我们也可以衍生一些横等式 例如说 sine的α-β 当然两个 这边sineαcosineβ -cosineα sinβ 如此的 还有其他的形式 也可列在这个地方 好 那么 我们也可以看到 它也可以应用在 例如说呢 cos sine ωt等于sine的ωt加2分之π 会加90度 sine的ωt等于cos ωt减90度 OK 那cosωt等于负的cos 加减π 那sineωt等于sine的ωt加减π 在这里面 2π呢 等于360度 那一个θ呢 等于180 所以π 才让我们讲的度数 OK 这个就是那么可以接受的算法 就是刚才老师讲到的 嗯 ωt加2分之π 可以写ωt加90度 这个我们可以接受 紧接着我们看 翻例8-1 假设有三个波 a是xt等于1 cosωt加45度 好 那画起图呢 就长成这样 红色呢 代表是 相位角等于0度的时候 白色是代表45度 OK 领先的话 领先的意思是说 红色的话 是0度的时候 cos的话 刚好是1 代表它最高点 那么 加45度 它最高点 已经过到它后面去了 OK 因此我看到的 应该是往下走 OK 那么下一个 呃 最高点的出现时间呢 呃 对于红色的 还要在0.1秒 对于它而言的话 只要0.8分之1的 就1减8分之1 0.875秒 0.0875秒更正 它会来到它的最高点 好 紧接着看下面一个 加225 加225的意思就是 相位角领先了 8分之5秒 OK 8分之5秒 以这个图来看 就在这个地方 红色还是一样代表 相位角等于0的时候 那白色的线呢 已经领先了 8分之5了 8分之5 接近3分之2 一方在 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白色的线呢 在相对于红色的话 已经领先了 0.625秒 在这个地方 它已经下去 又再上来了 这白色的线 在这里 换句话说呢 只要再 不要到 在0.375秒 0.0375秒 它就会碰到 第二个的波峰 就会碰到我的 0.70 在这里 那么第三个 减315秒 就是 它落后了 8分 落后了 8分之7秒 那 对于下一个波颜 它领先了 45秒 所以 画期图来呢 跟 第一个图 A呢 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两个落后 就是负责315 等于相对于下一个波而言 它领先了45秒 所以 A跟 C呢 这个两图呢 可以看起来是一模一样 好 紧接着呢 我们看范例 82有两个波 V1跟V2呢 除了正幅不一样之外 另外 相位角也不一样 V1呢 相位角领先了60度 六弦都是60度 这等于呢 接近六分之一个波长 OK 我们六分之一在这个地方 OK 那么一块这是90度的 那在这个地方 那对第二个的话呢 相位角呢 它-60度 在这个地方 等于它落后了 你这一点 零点在这里呢 它落后了60度 那么因此呢 两个 一个加一个减呢 它的相位角 就差了120度 V1领先V2 或者V2落后V1 120度 好 八字二节 八字二节 谈到的 弦波跟负数外力函数 什么 我们在前面一张所提到的 对于呢 一个 我可以把一个 一个 一个 呃 到它70条件呢 拨在里面 经过了一些 暂态行为以后呢 最后 还会 还是会回到0 或者我给它一个 呃 Constant 例如说给个固定电压 或固定电流 OK 那么因此呢 它最后呢 它的拨的形状 也一定是一个固定 或者它的电流或电压 也是一个 呃 当实践趋近无穷大的时候 也是趋近于一个固定 常数值 那在现在 从第八章所谈到的就是 Y 在等号的右手边 我加上了一个 Y 加上了一个 周期性的弦波函数 也就是 比如说呢 我在我的电路上面呢 其中有一个主动元件 它会主动产生 电压或电流 这个电压或电流 都是周期性的出现 例如说呢 它的电压是一个 A sin omega t 加 phi 这个东西 那么好 那么电路 只要是线性的电路元件呢 它的对应在 除了暂态之外呢 它会 最后呢 也会趋近一个 稳态的一个行为 那这个跟它什么 就跟原来的 是一样 它也会有 接近 但我们看稳态呢 它的电流或电压呢 也一定是 跟外加的呢 有相同的频率 它还是 Omega t Omega t 差别是呢 政府可能不一样 然后橡尾角也可能不一样 就是说 政府跟橡尾角呢 可能跟进来的 电压源或电流源呢 有一个差别 其他呢 有共同的频率 我用Omega t 进来 它Omega t 当然 这个是在它的 所谓的 暂 这个所谓的 稳定态的时候 在这里面 因此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它在里面所有的元件 一定是有一个暂态的 加上一个稳态的 暂态的是在 T一开始的 从0到若干秒 那 当T均域无穷大的时候呢 这些暂态统统不见了 这也只有稳态的 稳态呢 就是大概是这种形状 也是我们这张里面所要探讨的 好 那么假设这个 这个电路 最进来的电压呢 呃 是 VmcosOmega t 然后 这是我的电压源 我的电路上面 有一个电阻 串联一个电感 好 那么 从科西霍夫定理知道呢 呃 这个电压 等于 这两个相加的和 那么 因此呢 电压的压降 对于电感 其实L呈上 电流对时间的微分 再加上 这个电流 再经过的电阻的压降 叫I呈上R 等于我进来给它的电压 好 那么在稳态的时候呢 我们也知道了 它的电流的形式 一定跟 进来的 进来的波呢 一定有某种程度的相似 大家要共同的 cosOmega t 不同的 只是正弗 跟相位角而已 那么 因此我可以写成呢 那么 呃 那乘上sin 我们Omega t 就是cos变成-sin sin变成cos 还在前面再乘一个Omega 好 这已经 这个里面呢 我们把这个式子往里面带 带进去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发觉到呢 因为这里面相乘的结果以后呢 我们就会相乘的结果呢 我们就 呃 这里面要等号的右手边 等于Vm进来的cosOmega t 那这一个sine的一个项 再加cos的项 等一个cos的项 的意思就是呢 呃 sine这项 这一个西数 负的lOmega a1加ra2呢 必须等于0 ok 然后后面的呢 lOmega a2加ra1呢 必须等于Vm ok 那这个就是一个 a1 a2 二元一次联立方程式 我们去把它解出来 把a1跟a2去求解 解出来以后呢 我们分别a1跟a2呢 分别等于这样 ok 那么 进一步的话呢 如果解答是这样子的话 那么外加的电压是这样子的话 那么我们也可以 刚刚前面提到的电流呢 一定是acos变成如此形状 好 我们把a1 那么a1呢 一定是刚才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a1相当于acos5 a2如果是负a5的话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么 我们可以定义新的这样 a呢 是刚好是根号的a1平方 加a2平方 那tang5 这个phi的tang5 就刚好等于负的a2 除以a1 好 那么a1的a2呢 就可以求得出来 就刚才我们选用代数问题 可以按照这种方式求出来 ok 当然呢 这里面我们把带进去 发现到a平方 就可以等于vm 就是刚才的外加电压 除上r平方 加上omega l的平方 那phi就等于tang的 tang的负1的 omega l除上r ok 那么电流就最后求出来了 电流可以说 再等于呢 我们可以说到的 输入了电压 vm除以r平方 加上omega l平方 注意到我们把这地方呢 相当于一个某种程度 像一个电阻 好再加上一个omega t 减掉 那个omega l除上r ok 好 那么这里面告诉我们的 相位角是 就是 因为omega l都是大于零的 tan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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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的话代表呢 有电路上有电感的话 电流总是落后电压 那这个可以理解 我们知道 从认次定律 外加电 外面给它一个电压的时候呢 一开始的时候 它的电 会产生一个反向电动 是阻止它的电流流进来 所以呢 电流一开始一定不会立刻到位 而是从零慢慢的往上加的 意思当然 它的相位角就会落后 这是我们可以从它的物理 概念上 因为电感器的物理概念上 这是可以理解的 好 那么 什么时候呢 它会如果呢 没有电感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呢 如果r等于零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r等于零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理解到 那么r等于零的时候呢 这边是 无穷大这个地方 等于90度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发现了 电流落后电压90度 换句话说呢 如果电压一开始是sine的话呢 电流就是cosine 那两个呢 不会两个同时出现 已经有电压 那电流总会落后呢 如果是纯电感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没有电阻的时候呢 电流跟落后 它刚好落后90度 那在这里面 那反过来 如果没有电感的时候呢 电流跟电压两个相位相同 什么意思呢 没有电感器 我给多少电压 立刻电流也就进来 电流跟电压 基本上是相同相位 有电感有电压的时候 有电感有电阻的时候 那相位落后 电流落后电压 但落后呢 相位就是OmegaL 除上R 但是如果没有 上面这电感器 没有电阻的时候呢 相位降落后 电流就落后电压90度 好 我们看到 如果这个话题出来 所看到的结果 呃 假设我们这里面 呃 外加一个电路 RLC电路 在这里面用1Ω 这个电阻 相较一个非常的小 这个电路最重要的目的是 最主要是量电流 怎么量呢 我量这个 我把这个1Ω的电阻 放到地 OK 然后 量这个1Ω上面的电压 这个电压除以1 就是这个电流 所以你看到8.46mV 也就是来到8.46mA的意思 是一样的 好 在这个电路上面 我外加了1kHz 就是1000Hz 20Vp2p就是 正伏式10V的电压进来 OK 有一个电阻1k 有一个 0.1亨利的一个电感 在这个地方 好 我们算一下这个地方 好 这个地方是1000k 1000Hz 也就是1k 那么 这个是它的 那个F frequency 乘上2π 乘上2π 就会变成它的Omega 就2π等于628 所以变成6280 OK 6280 乘上电感0.1 除上1000 那么我们马上算一算 这个相位角 算成Octangion的话 是-32.12度 好 那么同样 我们也算出它的正伏 这个地方的正伏的平方 加上 这个Omega6280 乘上0.1的平方 算一算 A的平方 是7.157×10-5 那么 再按一下 计算机 得到A是0.085 定元就是等于8.5mA 乘上6280 就是刚刚前的 这个就1kHz的 6280 Omega T 在这个地方 减掉相位角 32.13 OK 那么这个单位是mA 那么这个是我们用Tina 模拟的结果 可以发现到 非常的相似 它模拟是8.46 我们是8.5 近视 相位角是-32.12 我们是32.13 可以说非常的接近 OK 当然这里面小小的误差 就是来自于 这一个电阻 因为这是一个电阻 在这里的 这个电阻最主要是来自于 这个 我们这个 安培计上面的误差 OK 那这个是我们画期图来 所看到的结果 下面这个图是 这个图 这个图 这条线是代表输入的电压 这个是我的电流 这个电流明显可以看到 它的落后的话 这个因子一开始的值是负的 这条线 零水准线在这个地方 这个比它落后 所以一开始它负值在这个地方 好 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结果 那在这里面呢 假设使用 弦坡当作输入 解一个简单的电路 可以说非常的费力 刚刚我们看到了 为了简化这种方式的方法 我们在弦坡函数和复数之间 建立一种对应关系 这样子呢 我们在计算分析电路的稳态时候 将会转换电路的代数方程 变成一个复数方程式 刚才我们前面提到 如果要解这个连立方程式 然后又怎样 那比较困难 我们直接呢 用复数形式 就是complex number的形式来解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 一个复数呢 刚才我们知道 我们输入电压 a乘cosωt加phi 可以写成一个复数形式 就是那个a乘上exponential 指数的 一个指数的复数形式 就是a2esp指数的 a2exponential to j times omega t plus phi ok 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用j ok 原来是如果读数学 应该是i的 那因为i 避免跟电流两个搞混 因此我们用j呢 用电流i 用j来取代 好 因为我们知道 i是代表 原来是imagine 就是 虚数的 imagine的那个字呢 我们现在变成了j了 为什么ij呢 我们用比较类近似的字 好 那这样子的话呢 那我们前面a是一个实数 你跟不是复数 我们就可以放到前面进来 那这样子还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我们用复数形式的话 复数的话 两个相乘的话 指数相加 两个相除指数相减 用这种形式的话 我们计算过程会简单化的许多呢 就一路我们用复数 去乘乘除除 加减乘除 最后呢 那最后步骤 取实数 那答案就出来了 好 那因此呢 我们可以知道 那这个里面呢 当然前提就是 我们一直各位要了解到 就exponential e2的jθ 等于cosθ 加上jsinθ 这个叫欧拉方程式里面 所显示的 好 那么我们再重新再做 那个题目的话 我们可以看 这是我们看到的 这一道题目的话 那么因此呢 我们可以 这个里面 不是 紧接着我们重新做 范例8-3 rl串联电路 OK 我们首先呢 我们知道呢 如果一个负数 要变成一个极坐标形式的话 x加jy等于r 乘上dysponential to jθ次方的话 那么r 前面的 那个极坐标的 distance r等于更好的 x平方加y平方 就是数的平方加虚数 这个的平方 y的 虚数的 另外的y的平方 OK 不是虚数 y的平方 该更好 好 那theta呢 等于arctengin y to x 之前是错的 OK 那么x等于r 乘上cosθ y等于r sinθ 好 根据这种形式的话 我们知道 那么输入的电压呢 v也可以写成了 vm 成长 v的 v的 jωt 这种形式 OK 也了解到这个形式以后呢 那我们知道 他电流呢 也应该跟他很相似 也是im成长 v2的j 卦弧 ωmega t 加5 卦弧的次方 OK 那我们也就知道了 利用casiwovo 回路原理 回路上面所有的压降 加起来等于进来的压降 进来的压降是VT 等于LDIT加上RI I是时间跟V一样都是时间的函数 好 我们首先把电流去做 对时间做微分的话 指数形式不动 再把这里面的对T相关的数值 T微掉以后一次向就是 因此在前面 再乘上了一个J Omega 在这个地方 好 那么我们把LDIT加上RI 可以写成这样子 那么我们把 有相类似的地方摆在一边 最后我们就会发觉到 就前面多了一个J Omega L加上R 等于乘上IM 会等于VM 好 我们这里面呢 注意到这里面还多了 前面对电流还上了一个 E2的J Phi次方 好 在这个地方 那么IDM就电流的政府 再乘上一个向脚 E2的J Phi次方 等于VM 除以J Omega L加上R 好 我们上下 收成一下分母的共和负数 我们乘上去以后呢 我们会把它的分母呢 把它由理化 变成了一个实数 那么分子在乘上 VM在乘上 那共和负数 在这里 紧接着 我们想办法把这个呢 也把它变成了一个极座标的形式 那么好 那么我们也利用刚才上面的这个公式 那么要变的话 就是根号的实数的平方 就是R平方 加上虚数的平方 Omega L平方 就是它的前面的这个R的部分 那么它的指数的部分呢 J层Octane菌的虚数的Omega L 在这个地方 好 那么在这里面呢 又带回了 就是这个瓜糊里面的虚数有解了 带回来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折到等号的右手边 因为上面有一个根号的 下面是一次方 那变成了分母 就变成了一个根号 那么后面的相位角的部分就照写 好 那么因此呢 我们就有了一对一的定义 实数的部分 im就等于这个东西 那么相位角的phi呢 就等于Arctane菌 这个东西 OK 那么也就是im等于bm 所以根号的R平方 加Omega L平方 那么phi就等于Arctane菌 负的Arctane菌 Omega L 然后再出上R OK 好 那么最后finally 我们把这个term 那么我们知道的 它的实数部分 当然就是把这一个取实数 那么就是 那当然了 就是剩下的Cosine部分 Sine部分就不要了 那么就Omega T 相位角就减phi 最后统统就出来了 其中im 就等于vm 出上更好的R平方 加Omega L平方 好 整个就当然就出来了 这是第二种做法 好 会不会快一点呢 那就见仁见智 看你对这个负数的操作 是不是很有具有熟悉度 好 那在这里面呢 我们把这个 刚才我们看到了 VmcosOmega T 可以写成这个 指一个负数VmE2 JOmega T次方的实数部分 OK 那么我们也都知道呢 如果输入的电压 是一个这种形式的话 那圆界上的电压或电流 都也是类似像这种形式 Omega T 频率都是一样 只是不同的前面正幅 跟后面相位角的部分 OK 然后呢 我们也凑过了 把这个 把它写成了一个指数的形式 刚才我们也都知道了 可以写过成这样子 好 那么在我们有一个新的构想 就是 既然大家都有一个 JOmega T 在里面前前后 都一直大家通通出现 而且Omega 就是它的角频率 在不管怎么运作 永远会保持相同的Omega Omega不会因为有电路而改变 OK 就是说 我们用一个60Hz 比如说60Hz的交流电 输入到我的电容电感讯录以后 这个60Hz呢 基本上是不会变的 既然是不会变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省掉 省掉的结果就是说呢 我们可以嘛 写成了政府跟相位角 两个相成就好了 或直接就成了政府 相位角就直接用角度的形式 可以显示出来 那这样子的话 整个我们在计算市值呢 又可以再做进一步的简化 OK 那么也就是说呢 我们原来 刚才听到的 我们不论是电压或是电流 都是政府乘上Omega t加上θ OK 那么我们就直接写成一个 政府um再加上一个角度 那这个呢 我们就成为它的相量形式 这个相量的相 我们叫做这个相呢 我们称为方向的相 而不是方向的相 就是我们相命的相 这个时候呢 当然英文跟这个叫做face vector 跟那个我们的vector呢 是两个呢 有一点点不一样 我们称为这个相 不是方向的相 而是相位角 相位的量 这里面必须要讲清楚 好 那么因此我们再回到 我们刚才的 一开始这个范例 我们在这里面呢 我们电压Vm乘cos Omega t 流过R跟L OK 那么我们首先呢 我们知道呢 这个相位角等于0 那就是Vm0度 OK 写成 那么就是刚才前面的 复数形式 好 那么电流就是im5 OK im5 OK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比这个形式 比较好写也好清楚的写 OK 好 那么LDIDT 那么一DIDT的话 我们知道呢 它会把前面的J Omega L 把这个J Omega放到前面来 I E的J Omega t 我们刚才也都知道了 好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就可以这么根据 那么因此 根据向量可以显示呢 在这个地方的话 那么也就是呢 J Omega Li 再加上IR 等于V OK 就是那么等于V OK 那么我们也知道了 那么这里面呢 Omega t大家都一样的cancel掉了 那么 因此I就是V 除上R 加上J Omega L 那这个可以写成 I M 乘上相位角 5 OK 注意到哈 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呢 我们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呢 这边没有相位角 OK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简单的 它是指 是指就进来了 电流 电压 除上电阻 再加上一个 呃 由 电感器所形成的 这个 日后我们叫做主炕 在这个地方 就是得到它的电流 欧姆定律的另外一种形式 OK 那么这个电流呢 呃 也是一个电流 有一个政府 再加上一个相位角 好 紧接着我们想办法把这个 变成这种形式 我刚才已经知道了 我们怎么变了 好 我们首先把它有理化 的话 把下面呈 它的公额复数 就会变成 这样下面 然后再想办法 把这个市值呢 我们刚才前面 引求出来 这个市值的 会等于呢 一个前面 一个政府 政府乘上一个相位角 就一直 它的形式 也就是一个 呃 这种形式 政府乘上相位角 那么这里面 就有对应了 那个电流的部分 乘上相位角的部分 那最后呢 我们就可以写出 写回应它 实数的形式 就是它这一个 它会变成了 呃 变成了VM除以更号的 R平方 叫Omega的平方 那么相位角 就在这里 好 这里面就可以 那这样子这样过来的话呢 将对当然了 又可以再简化了许多 好 那么我们紧接着 我们看一下 电路元件的向量关系 注意向量 是相位的量 向量 我讲的向量 对于电阻而言的话 相位角不变 只改变政府的大小 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VXIR的话 开始的向位 就跟末两的向位呢 是一样的 就是电阻 电压上升 电阴流也上升 电位电流跟电压两个呢 是基本上是非常的有相同的相位 它升 它也跟着升 它降 也跟着就像 OK 那么我们可以写成呢 这两个既然相同的话 那么我们把相同部分给cancel掉 那么VM乘上E2 ThetaV 当然就叫RIM乘上E2 ThetaI 那么两个ThetaV等于ThetaI的话 V等于IR OK 这个是最简单的形式 好 那么画起相位图的话 假设横坐标代表实数 重坐标代表虚数 那么V跟I呢 两个落在相同的一条直线上面 好 相同一条直线上面的话 那么我们根据呢 呃 根据 这讯号 根据几个形式 我们可以说这两个是同相位的东西 OK 好 那么画起图来的就是 电压上升 电流也跟着上升 电压下降 电流也跟着相位 两个有相同的 其大值落在相同的时间点上面 最小值也落在相同的时间点上面 只是这两个政府不一样 其他的相位角是相同的 OK 那我们用Dina模拟出来 也发现到 这两个波 这是苏日波 这个输出的VP 我两个看起来是 有相同的起点 有相同的最高值的 我想对应的时间 可以说这两个是非常的接近 好 那么对于电感器 我们也都知道 电感器由于认知定律 先开始的时候 他又会给他一个反向的电动 是把电流给限制下来 因此电流就落后90度 好 那么我们也都知道 原因就是直接的话 从这个图里面可以理解 OK 假设呢 这个电流 刚才我们也都知道了 这个电流 它会落后 假设一开始的时候 电流是长成这样子 它就是政府 它有一个相位角是phi 那么电压呢 也有一个相Vm 跟相位角θ 电压等于电流 dl 乘上didt 好 我们这样算进去的话 就是把微分起来的话 就会变成 这时候呢 前面就会多了一个 j omega l OK 会等于后面的 im 乘上这个呢 会等于vm 就是电压的这个项 OK 那么 e2的j omega t 被cancel掉了 就可以写成这样子 OK 好 那我们已经知道呢 从几何观点的话 j呢 可以写成呢 j可以写成什么意思呢 j可以写成呢 以相位观点就是 加90度的意思 OK 就是说如果呢 i变成 时速变成虚略呢 就是以这种 横坐标是时速 重坐标是虚略的话 两个刚好差了90度 因为j就等于1在层上 1的90度的意思是一样 或者1的j90度意思是一样的 所以这边有一个j的话 如果要相等的话 的意思就是 好 我们可以理解的话 画起图来就是这样子 电压已经到了这个位置呢 电流还刚刚起步 电压已经来到了120度 电流才30度 OK 我们再画起相位图呢 就可以变成这样子 有j在这里 代表它落后了90度 电压领先电流90度 OK 电压领先电流 或者反过来就是 电压领先电流90度 先有电压90度以后才有电流 落后了4分之1个周期 4分之1个周期 好 那么 那么我们写起来就是v等 omega li90 如果是 那么假设 换句话说 假设这边是0度 θ0次等于0度的话 phi就是90度 把这些放过去 意思是一样的 我们把θ等于0的话 那么vm就当然就等于 这边呢 phi就是90度 意思吧 因为这个有个J在这里 OK J放进来的话 就omega li 成长90度 意思是一样的 好 那对于电容器 就反过来 为什么电容器 电压会落后呢 我们这可以理解 假设电容器 一开始上面 没有电荷 OK 电容器是从短路 应该一开始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 电容一开始短路 没有电阻 那一开始呢 电流应该流进电容器 应该非常的快 因此电流先进去 有了电流以后 才会形成的 正负电流在隔了一个平行的电板 才会形成的电压 所以电压一定落后它的电流 或者是电流领先它的电压 刚好跟电感器刚好反过来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所看的图就是 就是我的对于电容器上的电流 可以看成电压对时间的微分成这样 电容等于它的电流 我们围下去以后 就是电流IM等于J omega C V OK 那么在这里面就刚好反过来 我们用前面的用J在这个地方 就刚好代表它有一个90度的差别 的意思 那么画起出来就是先有电油 后有电压 电流领先电压90度 四分之一个波长 好 那我们如果用这个 用这边来看的话 我们用TINA模拟出来 也得到相同的结果 下面这个红色的代表 是我的VP2 代表我输入的电压 那么上面是我给的电流 那么电流明显的可以看到 电流这时候已经来到峰值 这个电压才开始来到零度 因此电压落后 电流将近四分之一个波长 OK 好 8.5节 主抗与导纳 现在假设有一个外加电压VM 相位角是θV OK 流到一个电阻性的电路之中 OK 电阻性包括刚刚讲到 可能是电阻有电容器等等 那么也都知道它的电流 是IM 电为时速的部分 一个相位叫θI 那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整个的电路呢 也有一个叫像电阻的 但是这个电阻呢 现在呢 就我们的电阻呢 跟之前电阻不一样了 因为它有一个时速部分 另外呢 也有一个虚速的部分 也就是有一个相位角的部分 好 我们定义呢 我们这个叫做这时候的电阻 我们不再称为电阻 而称为叫做主抗 英文叫做impedence 它就是广义的电阻 OK 它单位仍然使用欧姆 符号也都一样 好 那个电阻呢 依据欧姆定律 就是电压除上电流 等于两项 一个是时速的R 另外一个虚速的JX OK JX代表 那么X代表虚速的部分 那么 我们称为时速的部分 它叫做电阻性的分量 虚速部分叫做电抗性的分量 因此核起的名字叫做主抗 英文 impedence 好 那么根据 呃 复数的定义 那么它的绝对值就是 就是根号的R平方加X平方 那相位角就是虚速的部分 出上虚速的部分 然后取它的反 Tangent Arctangent 取出来 就是它的相位角 OK 那么或者是说呢 R等于Zcosθz 就是相位角 然后呢 那个X虚速部分 就是Zsinθz OK 那么这个θz 又从何而得的话 基本上就是电压的相位角 去减掉电流的相位角 为什么呢 就是电压阻上电流相位角 两个相减 就会得到主抗的相位角 就这样就得出来的 好 呃 电阻我们了解 那X又代表什么意思 请看下一张投影片 OK 我们可以看作呢 呃 电桿 有一个主抗 对于交流电 注意到交流电而言 它的主抗等于 J Omega L OK 那电压等于 呃 电压等于J Omega L 那么主抗就是J Omega L 就是它的角频率 乘上它的电感值 然后另外加一个 一个相位角90度 J的话代表90度的相位角 OK 90度呢 以R为标准 以R是零度的话 电阻是零度的 它相位角是90度 代表它是虚速 OK 同时 如果是电感器的话 它主抗是J Omega C分之一 那么就是 负的90度 Omega C分之一 就是前面带一个负号 代表负的90度 我们以画这个 呃 负数坐标图 横坐标代表时速 重坐标代表虚速 电感的朝上 电容的朝下 OK 它的主抗呢 有时速加虚速 时速部分来自于电阻 或者是电容的 或者是电容的 我们可以说是两个的 向量和 OK 那么在车里 我们可以看出 再次强调 呃 那么当然 串联并联 那么R 跟这个也照样是如此 如果是串联 就全部加起来 如果是并联的话 就是导数加起来 OK 这个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好我们举 先看这个例子 假设有一个外加一个交流电压源 那么现在有R LC三样东西 R是25 欧姆 L是20mH C是50mF OK 那么分别有三个 对应的 电阻跟阻抗 OK 电阻 我们正在组电阻 OK 那么这是 对于电感器 J Omega 就是角频率 OK 60Hz就是377乘上20 那对于这个的话 J Omega C分之一 就是377乘上 50mF 再组它的导数 OK 我们看一看 那么乘起来的话 那我们马上算得出来 对于电感器 刚刚讲 就是377乘上20 乘以3 那么对于电容器 就是J128乘上50mF -6 好 分别计算出来 对于电感器是7.54J 对于电容器是-53.05J -的代表它的向位角是向下的 好 那么总因此呢 这是串联就三个相加咯 就时数25 减掉45.51 为什么 因为电容比较大的意思 好 这个地方电容比较大 电感比较小 OK 那么我们要求它的电流就是电压阻上阻抗 我们把25-45.51J 变成了负数坐标形式 极坐标形式 好 那么它的时数51.93 那向位角-61.22 然后这两个 那么一除下去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的电流求出来 50-51.93 来到将近于1 0.96 那角度30度-61度 来到91.22 因此我们就把电流给求出来了 OK 注意到这个像电流的话 我们相对于电压是30度 它向位角比它落后了61度 OK 然后我们看一下 那么刚才看到了串联没有问题 并联的话 要我们做到并联的话 是导数分之一再相加 有没有一个比较快速的计算方法 有 我们求它的导数 主抗的导数 OK 主抗的导数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感受 Y呢 可以等于1分之1 等于G加上JB 那么叫做什么呢 我们称为呢 就称为导纳 Y叫称为导纳 OK 那么它这个导纳的话呢 那么这里面 实数的部分叫做电导 虚数的部分叫做电纳 合起来叫导纳 就是主抗 主变成导 抗变成纳 OK 主变成导 这个其实也蛮合理的 OK 然后呢 如果是1分之1的话 我们看呢 如果刚才G是R加JX OK 我们上下课程 它的共2负数 最后变成了这种形式 换句话说 实数部分 这个G的话 就是它的电导 等于R除以R平方加X平方 OK 那么B的话 是负的X除以R平方加X平方 好 我们了解了这个关系以后呢 我们注意到这里面 R跟G不互为导数 R跟G 这里就是R跟G 因为现在是有一个 如果没有虚数部分 可以 但是因为有虚数部分 所以当然就不互为导数 好 我们看下面的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同时呢 我们在导纳的话呢 刚才就是刚才前面的 如果对于电阻没有问题 就是电阻R 就是R分之1 就变成了G Y就等于G 那在对于电感趋势 原来是电阻的主抗是J Omega L 现在就负的Omega L分之1 原来的电容是J Omega C分之1 现在就方便 就是导数再回来 就变成Omega C 相为叫90度 那这里面呢 就完全颠倒过来了 好 那么画起出来还是如此 OK 在这里面 十度坐标还是在这个地方 横坐标 重坐标的话 就分别的 就是刚好原来是 呃 往下的就变成往上 往上的就变成往下 其实就是我们原来的电 呃 电容器是往下的 现在就变成了往上 那电感器 往原来往上 现在就变成了往下 注意到完全的方向变相反了 好 我们看 现在这个电路 这里面 只要并联电路 我们通通用导纳来求电流 OK 那么首先看 这里面是一个2Om 跟一个视觉的 并联电路 OK 这是电感 这是电阻 OK 我们首先呢 把它各先求它的电导 现在先求它的导数 对电阻而言 2就是2分之1 没有2分之1Siemens 那么这个呢 就是4J分之1 OK 我们知道J分之1等于负J OK 那么就是4分之负J S OK 那么两个 就一翻过来 就可以直接相加了 就2分之1 加 减 叫4分之1J 那么我们的I呢 就可以写成了 Y乘上V OK 那么因为导数就直接 电 导纳乘上电压 就是2分之1-4J 乘上60 45度呢 最后得到35度 然后把这个变成奇缩标 然后就变成了33.5 乘上角度18.43 OK 然后紧接着看这个电路呢 这个电路呢 这个电路就复杂了点 OK 就包括并联也有串联 OK 我们把这个电路呢 大致分成了4个部分 1就是这两个并联的 2就是这三个串联的 3就是这两个串联的 4是这两个并联的 好 我们先一步一步来 首先呢 先把搞定这个C4 C4的话呢 我们把4跟-2呢 先个别的去做它的导数 4J的导数就是-J0.25 那个-2J 它就是J0.5 OK 这两个相加 就是J0.25 它的第一个导纳 Y4的导纳就出来了 那么 这个因为都是两个电感电容 因此它的电阻呢 就直接求导数 0.25J就变成-4J OK 好 这个4J完了以后 紧接着再三个呢 又再串联 那串联起来 就是Z3 就是4欧姆加上2J 再减掉4J OK 那就变成-4-2J 4-2J 4-2J以后呢 因为等下还要跟这个 再并联 我们就因此 我们把这个呢 求它的导数 就4-2J的导数 是0.2加0.1J 那怎么变呢 我们用刚才的公式 那这里面呢 前面的实数部分 R平方加X平方分之2 OK 那意思就是 4的平方 4-16加X平方 就是-2的平方 等于4 就是6加4就20 R的话就是0.2除以20 当然 这个前面的4除以20 当然就来到0.2 那后面的-2呢 再除以20 就来到0.1 那么前面是负负得证 所以变成0.1加0.1J 就从这个公式里面算出来 好了 这个Y34 就这一路已经出来了 再跟这一个并联 那么好 那我们当然再来求 这个家伙的导数 就2-2加4J的导数 再下一页 那2加4J的导数呢 我们变成了 先把这个的2加4J的导数分之1呢 用刚才的前面的公式 照样我们算了出来 OK 那么也是0.1-0.2J OK 那么好了 那这一个的导纳出来了 跟前面的导纳相加 那么会最后变成0.3-0.1J 0.1J 因此我们再翻 求它的导数呢 就变成3加 1J 欧姆 OK 2-3是出来了 然后呢 那再我们先把它看 2-3是紧接的 1J 2J的话 我们再求它的导数 导数以后呢 我们没有 这个它求它的导数 在这里的话 我们它的 这个里面的导数 不要那么麻烦 就是直接1分之1加上 它的导数 就是-J 1分之1的导数 就1加2J 2分之1J sorry 那么出来了以后呢 然后我们就紧接的 有Y出来以后呢 紧接的 1加2J 1加2分之J的导数 就回到了它的主 它的主抗 就变0.8-0.4J 好 这个地方出来以后呢 然后再加上 刚才我们算出来 3加1J呢 通通一起算出来 最后呢 通通得到它的等效主抗 是3.8-J 0.6J Om OK 这里面就是我们看到的 我们如何利用 它的并连电路 就用它的导数 注意到导数的时候 要注意到 如果有付出了 它导数又必须用特别的形式 就是刚才我们有介绍的 各位特别要小心 好 紧接着看这个电路图 上面有R JOmL跟JOmC分之1 这个三个并连 好 可以 那我们就知道呢 那么它的电流等于V除上 个别的主抗 好 V电压除上 V除上R没有问题 那就V除上JOmL 那么这个地方定义 分数就J 就变JOmC分之1 好 可以 这既然如此的话 那么紧接着 我们也可以理解呢 有一个J在分母的话 代表它的浆尾角-90度 那这个地方在正上 就是浆尾角有90度 跟0度 OK 那么它电流呢 等于三个的向量和 OK 那在这里面 刚才老师有提过了 OK 那么在主抗的部分 OK 那么横坐标代表时速 重坐标代表 电阻跟电容 那么在这里 刚才前面的 那么IC是90 正90度朝上 电流的话朝上 到电感呢 这-90度朝下 那么因此我们做法呢 先做负数的两个加减 决定它的向量和朝在这个地方以后呢 然后再跟它的时速的电流相加 然后最后呢 就决定它的角度 跟它的两个向量和 就整个就出来了 OK 那当然如果频率改变的时候 电感随着频率成正比 电容的主抗呢 随着频率成反比 我现在还没有讨论这一方面的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频率是不改变的 那在这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刚才的电路在这个地方 继续来看的话 那么 IS等于V除上R 刚才也做到了 那么 这个V呢 我们再重新写 除以这个电感值 JωL 加上JωC乘上电流 那么好 我们把 此速的部分 就是R分之1 OK 那么 对于电容跟主抗的部分 就OmegaC-OmegaL分之1 OK 那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知道呢 如果呢 这个两个 如果OmegaC等于OmegaL 或Omega等于更 Omega等于L乘上C的话呢 这时候呢 Omega等于更号的LC的话 那这时候呢 这意思就是说 那这一项呢 会有完全的Cancel掉 那这时候呢 电流跟电压呢 电流跟电压是同项位的 因为这个叙述部分 已经不见了 这个时候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时候它的主抗最小 因为它的电容跟电港的主抗 通通不见了 那但是呢 它为什么会不看呢 就是因为它的能量的形式 彼此换掉 从这个磁场换成了电厂 电厂换成了磁场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时候 它的能量 呃 产生的电池 可以转换成另外一种形式的时候呢 这时候呢 呃 能量没有被消失 那能量没有消失呢 这时候 主抗最小 主抗最小的时候呢 电流就最大 OK 那么这种电路 就是外加的电流跟 外加的电流或电压 跟它的频率呢 产生了共振效应 OK 那这时候 什么叫共振呢 另外一个意思就是 最等效电阻是最小的 因此能量最容易进去的 OK 那另外的方式就是 能量 那进去的话 那能量到哪里去 就是电容 跟电杠 形成了偶合 它的磁场的能量 会转换成电厂的能量 好 紧接着我们看下面 这个8支13的 假设是一个RLC的串联电路 刚才我们知道的 这个电杠是15.92mH 电容是1326μF OK 那么我们马上知道呢 对于R的话是4Ω 那么我们分别去计算 它的压降 对于电感器的话 是Jω乘上L乘上I 就是它的压降 对于电容器是 Jω1c乘上I OK 那三个加起来 就等于外加的电压 OK IR乘上的造成 就变成两个加法 好 这里面我们知道呢 这两边看起来 有相位角的意思 代表它是虚数 OK 那么Omega等于60Hz 只等于377Rod每秒 OK 换句话说 我们分别 377乘上电感15.92 会来到多少呢 来到了6J OK 然后对于电容的话呢 是电容Omega C 相位角-40度呢 377乘上1326μF Rodd的话 在取达的导数 排到了-2J OK 应该是-90度 好 那么首先我们看到 6J跟-2J 就会变成了4J 4加4J 在这里的话 代表4加4J 代表4√2 相位角45度 那么 出镜的电压是12√2 相位角90度 那么就它的电流 那当然就这两个相除了 相除到√2不见了 12除以4 90-45度 因此它的电流就是3 它的电流是 它正幅是3 3A角度 相位角呢 是45度 那么注意到 它的 那个 给的电压是90度 它来到45度 OK 那么我们可以了解 它的相位角 显然是领先 相位角是领先 相位角它比较大 所以它相位角是落后的 它90度 电压是90度 它是45度 相位角 当然电压比电流来得快